这事大家就挑战自己 就是 能做到什么情 你哭吧 反正我也不哄你 你赶紧的 不用担心我 我可以的 我们不是要 没关系 坚强一点 我可以的 都是男子汉哭什么 青春有女儿来到小组对决 但因为准备时间就短短几点 加上有些训练生 并非如愿选择自己喜欢的组别 面对种种压力 导致很多训练生都很崩溃 我觉得不是说面对事情 你要去退后去解释 你应该去勇敢地去把它解决 比如说最害怕什么 我就把自己最害怕的东西写出来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 心里有个东西没放开 所以一直在 一直这个状态出不去 所以你练了八百遍都没有 再把这个心结先聊开 然后再开始练 比如说我 我比较害怕 别人说我油腻 油腻 比如说我黑 对不对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害怕 我就把这个东西贴在我身上 我觉得我们要用一些方式去激励一下 不是去逃避 老闺女 十分钟 现在计时开始 哭完了 训练 看着大家这样 真的很心疼 但为了呈现最好的舞台 大家都努力加油蹭下去了 而谢可云带领的妈妈小组 在表演结束后 跟着全体抱着大海 这可把终于这老师给吓傻了 怎么啦 出什么问题了吗 终于表演完了 心里的压力 解开了 我还挺理解他们的 其实在短时间内 你只有三天和四天 你要把所有的东西记熟 然后还要在舞台上表现好 而且你只有一次机会 而且他们的每一个舞台 其实对他们来说 都至关重要 一次舞台失误了 没表现好 他可能就失去了很多 尤其是当你觉得 自己表现得还不错 因为你经过了 很长时间的准备 可能你睡觉 都会梦见自己在跳这首歌 真的演完那一刻 你真的会觉得 心里的那个石头 终于落下去 想要看接下来的舞台对决 你可以透过 Astro和众伙伴 爱提App看到哦 每星期四星期六 网上8点准时上线